新型冠状病毒传播得有多远 怎样才是最好的社交距离 一直都没有定案 在北京的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军事医学研究院有新的发言 专家2月中到3月初 在武汉的火神山医院 采集了39个病房样本 包括有重症和普通病房 发现新型冠状病毒 可以传留在距离患者4米以外的 物件表面和空气当中 病毒主要集中在地板 推测主要是因为气流和重力 令到大量含有病毒的飞没 在地面漂浮 由于医护人员四围地走 整个病房的地板都有病毒 在重症病房工作的医护人员 一半人的鞋底样本 对病毒检测呈阳性 显示鞋底可能成为病毒的载体 专家又是医护人员 经常都接触的物件 发现新型冠状病毒 最多的是滑鼠 其次是垃圾桶 连医护人员的衣袖和手套 都有零星病毒 认为他们接触病人之后 应该消毒伤手和鞋 专家说自至上个月尾 火神山医院没有医护人员染病 反应防疫措施有效 但不少家庭都缺乏防护装备和专业训练 如果安排怀疑患者在家隔离 未必是好的防控策略 可能会引致家庭集体感染 有关研究已经刊登在美国疾控中心 新兴传染病期刊 有线电视记者李进来报道